或者說我們講華爾不實 馬英九 蔡英文都是這個鷹 華爾不實你會覺得好像是不好 字典裡頭還說後面接著一曰黃鷹 鷹就鷹 幹嘛叫黃鷹 黃鷹就骨啊 黃鷹就鷹啊 黃鷹是鳥 不是這個鷹 鷹跟黃色有關 而且多半都是黃色 那我從字典裡頭知道鷹其實就是植物的花蕊 我就聽起來想 難道花蕊都是黃色的啊 我在Google去查花蕊 看圖片一打開 我的天 我嚇一跳 不管你什麼花 基本上花蕊全都是黃色的 鷹鷹繽紛的鷹 不過那個鷹 我順道小補一下 鷹就是鵝啊 它是粗鷹的意思 一般看到鷹鷹以為是掉下來的花片 其實正確的講法是剛出生的花朵 這個跟字典就不一樣 字典裡頭有說是木曰落草曰寧 鷹落寧落 鷹落 鷹落 還有五分 那先跳快一點 好 那我就後來就跟人家討論到那個 李清照的詞 人比黃花色 黃花到一起黃花 黃色呢 又是中央土的顏色 那中央土顏色的五行裡頭 我知道顏色都是靜那個點的顏色 所以赤色是靜南方土 所以它是陽極致 黑色呢 是靜北方水 所以它是陰極致 黃色呢 是靜原心 所以它是一個巨龍 五目中風 黃色 吸引眼球 植物的花肉為什麼都是黃色 它要遭風雨蝶 讓你來採摘我以後授粉 這是大自然 那如果我們吃了中藥裡面 有黃色的 藥名裡頭有黃這個字的 不管是黃旗 大黃 黃帆 通通有一個巨龍的效果 然後有一種是手上的藥 基本上呢 用麻油做藥 然後可能有黃蓮 黃晴 黃白 或者大黃裡頭 它取兩位或三位隨便抖起來 直燒 浪燒 百分之百有效 比什麼都好用 比直皮什麼都好用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西醫的觀點是 哎呦 你燒燙傷以後 我要去掌你的皮膚嘛 一定要去補充一大堆維他命A B C D E F G 隨便去補 但是你怎麼補它就長不好 為什麼 氣血不過去啊 不敢過去啊 那你把這些阿里打什麼三黃 抹上去以後 起什麼效用 過來過來過來 朝風飲蝶嘛 是你的氣血的過去啊 是這些東西 不是這個藥在找來的 他只叫它過來的 就這麼簡單 啊 大陸有一個產品叫美寶 發明人叫徐永祥 到美國去歐巴馬都接見他 去年死掉了 他的 因為他死掉了 美寶本來在大陸 從一年前 二十四塊人民幣 現在找到八十塊 等到美國再把 美寶是 美麗的美 寶貝的寶 等到美國再把這家公司搞下來 你看看 可能 我猜 至少在死上十倍吧 他是做什麼的 是所有的外傷 燒上傷 因為美國在打仗的時候 軍人那些 這些外傷 不好處理 對啊 我們家的客人跟我們說 我們家的燒上房子 要除了蚊蟲咬傷 每一家其他 全部通通都有效 所以這些中藥到底在幹嘛 身教出入 他就是管你的身教出入 他裡頭沒有去長皮膚什麼的 都沒有 你身體裡頭本來就有 好吧 OK 好